它是特殊材質摸起來像融融的棉花糖 還有呢我剛剛說的它每一個配色都絕對讓你非常的難選 一個是黑配桃紅非常的喜歡 一個是超級可愛的粉紅色配上灰色的字 再來就是夏天大家最喜歡的黃色 你知道黃色是配什麼字嗎?淡淡的綠色跟灰色的字 還有白色是我覺得超級美的 就是它配上綠色的字 這塊料子就像棉花糖加毛融融的熊熊一樣 它叫做棉花糖加融融的感覺 那這個融融感覺是完全不悶熱 它是春夏的料子之外呢 它不容易皺 它是鼻挺的 它雖然是寬鬆 可是它還是有腰身的存在 還是有那種女生腰身的存在 不會太過於男生的感覺 太oversize 太休閒 放出來的長度就正常一常 扎進去呢我覺得也很好看 就很隨心所欲也不容易皺 再來呢很多人問說可不可以綁 我覺得它的長度是可以綁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綁衣服 我覺得在綁衣服上它也不會到太困難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 我覺得這個白色是非常非常的實用的 大家會發現這個黃色 跟一般我們在賣的黃色不一樣 不是鵝黃色 但是也不是亮黃色 我覺得它是有點黃綠色的概念 我覺得黃色是一個非常夏天 繽紛休閒的顏色 還有呢黃色其實也非常非常好背包包 你想要夏天想要逛街 各個種的氛圍我覺得都可以做到 所以黃色是妞兒其實還蠻大推的顏色 今天我就不想走休閒 我就想要有點曼妙美麗來去約會的話 可以拿上自家大家有的紗裙 好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比較有一點小個性 黑天鵝的感覺 你可以換上黑紗 我覺得黑紗是蠻多女生喜歡 比較休閒一點點 比較不會女人味這麼重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穿搭